日本人 日本人 香港人 香港人 我首先試過河羅 很肥 我感覺有點像在吃西瓜 這個我真的沒吃過 這個吉祥物很可愛 燒豬肉 你自己拿個爐回來 就在自己面前燒 第二天 一早就來到一個鹽龜神社 因為神社有十多萬個 日本有十多萬個 神也有十多個 這就是關於鹽和鍋 以前人們把海水拿出來煮 煮到變成鹽 神也有得供奉 這個地位也不低 有分別一公、二公 這個算是一公 有些神社也有分等級 這個是最高等級 這裡除了神社的神靈高之外 後面已經看了櫻花 日本不同地區的開花時間不同 由最南開始才到最北 東北這邊是遲一點開櫻花 如果你避開櫻花人潮 你來東北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拍櫻花 可以多一個新的選擇 拍櫻花 拍完櫻花之後就馬上來參觀酒廠 早上十點都未過 我們來喝酒 還有人家未開門 他馬上走過來開門 現在在這裡 對了 蠔夏是這個歷史老套油狗 跟剛才的神社差不多 現在衝進去看看 有什麼事 我剛剛開始參觀酒廠 大家現在經常看到 這粒叫橙肉 酒廠開始釀清酒的時候 這個橙肉是綠色的 他們專門自己種的葉 黏在一起 那些草的壽命長短 就是跟釀清酒的時間 是剛剛好一樣的 你看到綠色就是說 在釀清酒 變費色就是說 我們可以買了 現在來到這個酒廠 因為裡面有人釀清酒 我們就不能進去參觀了 現在頭頂 一條館 像在下雨一樣 原來它就是把 蒸套的米 經過這條館 全部釀進去裡面 然後讓裡面的人釀清酒 好像聞到一陣子 酒香味 現在就是用這些切筒去釀清酒 旁邊有一個木桶 都會釀清酒 但是比較麻煩 所以賣得比較貴 我們現在再去試喝 參觀完酒廠 當然有酒 這位老闆開了三瓶酒給我們喝 第一瓶叫十二 十二你別以為一望 以為甚麼年份 那些不是 純粹是一個酵母的號碼 因為酒廠有一個強項 就是懂得自家研製一個酵母 不是太多酒廠 有這個技術的 其他酒廠 我想用你這支酵母 他們就可以收權 當然要付錢 十二這隻的蝦母 就是五十年前製造出來的 現在就好 有些新的蝦母 就是第二瓶了 剛才喝的感覺就是十二號 即五十年前的蝦母 比較甜 新的蝦母 給我感覺就是 後徑比較短 喝完之後很快就沒有了味 最後一瓶就更加特別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喝過 純粹加了些草莓 加了些草莓 進去釀出來 你會看到紅紅色的 喝下去是在喝果汁 女士或者少喝酒的人 說你真的小心點喝 喝下去你不會覺得 在喝酒太多 非常容易喝 老闆都說香港都會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留意一下 這幾隻我都覺得很有趣 少遇到些 尤其是草莓那種 現在回來這個商店 現在看到一個公仔 原來是一個動漫 日本有一個動漫 叫神酒磚 蒲霞就有一個角色 真的叫蒲霞 酒廠就說 你做了一個角色 讓我加入去 然後用酒廠命名 這個很有趣 日本可以玩到這樣 另外蒲霞這間酒廠 有一個特色 因為這個市場是近海邊 而且它是船日本 吞拿魚產能第一 以及整個日本 最多壽司店的城市 他們做出來的清酒 配合魚壽司 這些刺身 是非常之搭配的 這裡是全日本 吞拿魚 捕獲量最大的漁港 這個鹽虎魚市場 就在這個漁港的附近 所以來到這裡 記得吃噴拿魚 還有這裡 這個位置 是處於一個暖流和冷流的交界點 所以這裡 捕獲到的魚 是特別特別多的 這個種類 這裡有超過120檔的魚檔 那你就可以 全部在這裡 先選擇你自己想吃的海鮮 看到哪一檔你就買了 買了之後 今天會幫你變成一個海鮮檔 今天他們請 我現在是違反我的常例 如果我自己買 當然是買一些便宜的 今天就不管了 我不管價錢 看到越貴 當然要幫他們買 我要感受一下 最豪華的海鮮檔是怎樣 暫時是一個開膽 還有一個好像螺 時間關係了 每樣要一份 我們真的這樣碰 雖然在猶豫吃不吃一切 但不要緊 我們跟日本東北的同事一起吃 不用想了 算了 其實這裡也不錯 看到鯨魚一份切都不錯 但是很大塊很大塊 其實如果跟他說 你可以說 我想切一點 按照比例賣 其實是OK的 這裡特產就是吞拿魚 大家記得買 我現在面前的老闆 他說不錯 你買得多 你可以跟他說價 大前提是你吃港人文 你可以盡量用Google Translate 和你反而跟他說價 基本上你想怎樣 有什麼怪雞的要求 你跟他說 他都OK 還有一個小提示 我發覺我今天拿著這部相機 看到我好像拍片 很受歡迎 他又好好相遇 他突然跟他說價 記得試一下 這部相機在假裝拍 然後不拍 他就可以知道 日本 在香港 香港 香港 可愛 我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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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見哪一件 就放下去 我也不客氣了 放下去 這個拖羅 比較肥 很有儀式 我看見對面 日本人組得很漂亮 如果不是這樣玩 你讓我隨便 在香港 好像茶器 叫菜吃飯 這樣一殺下去吃飯 這個我忘記了是什麼 帶子 砌完 製成品一定不漂亮 因為我看見他們 隨便一個 砌得很漂亮 他們已經吃慣吃熟 他們的原味主義 隨便砌得很漂亮 我看見你做美麗的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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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嗎? 是 OK 嘩 嘩 嘩 我首先試過拖羅 這件 嘩 很肥 很肥味 我感覺有點吃西瓜 你說得如何 是嗎 對 不然肥到它就沒有關係 如果我吃這麼多鳥 會不會有芒果味 真的嗎 我之前吃過有芒果味 真的嗎 好 我先嘗嘗有芒果味 這裏沒有芒果味 很鮮 很鮮 這個我真的沒吃過 Keng Yu 有的 我吃過芒果味 好 接著Stephan來的食品 看看有沒有芒果味 但Keng Yu也挺好吃 我覺得已經很韌 魚味是一般的 不是太濃郁 由於這頓不用我付錢 所以我不知道這次是否算划算 大家還是試一下 你別以為是一般的 這個是日本三大勁式之一 另一個就是京都 另一個就是廣島 三大最美妙的景色 日本的7月21日 就是日本三景之日 這三個景色要有節日 有多厲害 是一般的 經過一條紅橋 走到這半島 看我這個位置 你好像沒什麼 但其實是一個 類似海中央的特局半島出來 我們今天的時間不夠了 否則你可以坐船出去 從這裏整個群島 我也見很多遊客 是坐船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 坐船坐去看看 因為這裏實在挺漂亮的 來到這裏有個叫碎鹽子五大堂 這裏有個很神秘的 秘伐不動明王 它供奉了五個磚像 但有四個方位都有 33年才現身一次 每年8月20號 就可以進去態度 如果是責人來 還有這個五大堂 外面有十二生肖的雕像 你可以找回自己關你事的雕像 我剛剛來到這裏叫圓通圓 就是伊達正宗這裏 很出名的 沒有脹過酸的 死殼埋葬的地方 這裏是秋天來看 紅葉非常棒的 很重要 這裏很多人來 鮮台有一個很特色的東西 枝豆奶色 因為這裏有很多東西 用枝豆做的 例如枝豆餅 枝豆的芝絲餅 比較多人喜歡喝的 就是枝豆奶色 好喝的 真的好喝的 它喝起來好像有豆腐味 我覺得這裏真的不是肝豆有 真的先抬先油 記得大家試試看 我現在來到一個很冷靜的地方 其實都是從剛才那裏走得不太遠 這裏叫重島離宮 這裏其實是把一個舊的建築 改成新的 雨上來很冷靜 等你在這裏曬太陽 然後看著整個重島一帶的景色 這裏很新的 因為這裏是2020年 剛好氣號 記得來掛起來 因為剛才我去過的地方 不是很遠的 然後我們會來到中間的這一層 好像商場一樣 有海鮮放題 刺身放題 價錢其實很划算 不用3000日圓 有放題 可以專門來吃東西 見到我身口這裏 有很多體驗工作坊 每天都不同 打磨石 待會手工都可以在這裏玩 如果來這裏 記得要多些時間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之後 我們離開了仙台 去到岩手縣 我這個位置叫毛月子 是一個世界的遺產 首先進來的感覺是很大 因為它只是一個庭院 已經大到整個山頭 這裡的建築是很精彩的 一來它就先說了一個傳說給我聽 一個叫做本尊若師如來的故事 傳說有一個大師叫慈國大師 這個慈國大師有一天來到這裡 發現前面是迷蒙的影片 什麼都看不到 他看到地上有些細小的綠毛 然後他沿著這毛走著走著 就看到一隻白綠 找到那隻白綠之後 那隻白綠就消失了 然後就來了一個白髮滄桑的爺爺 他說你要在這裡建一個寧場 但就覺得它就是若師如來的化身 所以就會有這個建築物 所以來到這裡拜拜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字若師如來 有這樣的故事 很有趣的這個吉祥物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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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時間不夠了 其實這裡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走到這裡 看看有沒有機會看到它 這個四月份的時候 還有一點櫻花題 如果到了秋天紅葉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整個山頭 這個後面的庭院 一片紅色就漂亮得飛起 再加上特別的寺廟 是很多人特意來這裡 拍照、打卡、打卡、不同季節 做很多活動教 來岩索園記得來這裡 現在來到六澳 即是日本東北的統稱 三個最大的上陰聖地 雖然我們現在月份不太適合 這裡已經開到水味了 但是這裡還可以的 這裡叫北上展聖地 衝進去看看 看到我身後還有一些櫻花 但似乎不是只有這些 這條很長的一條綠色隧道 似乎是全部都是櫻花 偏偏我們來遲了一個星期 那條隧道裡面的櫻花就丟了 大家想來的話選擇時間 還有他們有看官方公佈 可以上網檢查時間 雖然這次來不算很多 但是對我們來說都很滿足 這裡除了看櫻花之外 旁邊還有一些火車、博物館 即銀河、鐵道等 他說有一個動漫 這個地方很大 大家如果來的話 可以更加時間看完櫻花 就可以慢慢享受一下 感受一下大自然 感受一下人生 我來到這裡一個很有名的花卷溫泉 吃東西是自助餐來的 放了一整桌的東西 當然這裡比較有名的 例如吞拿魚、壽氣燒、燒豬肉 你自己拿個爐回來 然後自己找那些蝕撻 趴著它的火 然後就這樣在自己面前燒 還有一些蟹、天婦羅 日本的點心都有 這裡是很多台灣和香港的遊客 我後面已經幾台都是 說廣東話的香港人 先不說那麼多吃東西 吃完飯了 終於回來酒店房 一來到Check in 之後 就很快去吃飯 所以就還沒帶大家看看房間 現在來個Room Tour 這裡首先有些熱水壺、飲水 其實房間也很大 這裡是雙人房 有沙發、桌子 這裡雖然是日本比較經典的溫泉 但這裡是西式的洋房 電視、桌子等等 外面這裡有個花園 晚上有表現的燈光表現 不過現在太晚就沒有了 我還沒睡下去 但是暫時感覺 網絡一切都很乾淨 站起來很舒適 接著來到這裡 洗手盤 所有應該有的東西都有 這裡有兩間房 這間 就是洗澡房 洗澡水、沐浴露 這裡有花灑 接著 整個感覺暫時是很新淨的 好,然後到這邊了 這是廁所 日本舊式的溫泉 傳統一點而已 很流行就是 即使你房間裡 廁所也有對著拖鞋給你穿 一個很小的洗手間 就是這樣了 整個感覺我暫時都很舒服 帶大家看看房間 這裡叫花卷溫泉 它最有名就是曾經日本的天皇來住過的 這個是叫紅葉館 溫泉淚館的其中一棟 它總共有三棟 你進來住就要看清楚 有很多工作 譬如晚上你肚子餓 想吃東西的話 有拉麵吃 有酒牆 類似居住屋 只是溫泉 有四個我就這樣掃 日本的溫泉 一向我沒有拍照 所以沒有分享給大家看 有些是 這是女士專用的溫泉 有些是充滿骨膠原 有些是充滿玫瑰花 這裡是自己種玫瑰花 那種的玫瑰花都放在溫泉上 我現在去浸溫泉 剛剛浸完溫泉回來 我浸的溫泉 我選擇在我現在這棟酒店的地底 這個浴場非常舒服 又沒什麼人 因為我晚上差不多12點多才去浸 它另外有兩個很大的浴桶 就是特別版的溫泉 一個就是蜂蜜 它就說真的放蜂蜜下去 這樣令皮膚順滑一點 我不知道是它說完之後 盈住盈住才會滑一點 同樣你聞到一陣陣的香味 另外旁邊的木桶就是生薑味 就是有些生薑的精華在裡面 那種味道是很香的 剛才喝了一瓶牛奶 再加上你的雪條 降溫 你浸完溫泉出來 有些買東西喝的 你會看到有特別的肌肉在賣牛奶 剛才問過導遊 為何他們喜歡喝牛奶 我以為他們是說 他們對身體好 但原來他們說 日本人只是覺得類似的儀式 我不知道關不關事 因為肩膀的肌肉 不知道為什麼 弄了很久還是很酸痛 現在陣面有一點舒緩 先說到這裡 再跟大家匯報